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 你见过最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是什么样的 高赞的有一句话 吃牛排点八分熟 因为西餐厅的牛排只有单数分熟 没有八分熟这一说法 其实我并不赞成这个答案 首先我不知道西餐厅牛排只分单数熟的这个说法 其次我也并不觉得 见过世面应该和物质条件画上等号 并不是说你去过多少高等的西餐厅 你背多贵的名牌包 你去过多少的城市旅游 这就叫见世面 而真正见世面的人 应该是从外能够见到人生百态 从内开始见识自己 见过世间百态的 也就能够包容他人 不会带着优越感轻易评价别人 尊重每一个人的三观和生活方式 见识过自己 才能够看见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知道自己的认知以外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从而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这样的话 自然就生出了谦卑之心 而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都应该明白 谦卑才是最顶级的人格魅力 有点意思 关注我 我是乌军 我字幕志愿者 杨详彦